字幕君 給各位列出了這個先進封裝幹業股 經常 紅碩貫論 星雲 重量級股東會 你可以留意的一些公司的個體 國具 技嘉 四星KY 跟散熱有關的都標了一大段 偽創 廣達 技嘉 平成 被動元件 國具 華星科 幾個IC設計的族群 聯詠 細創 我看好的四大產業 車用 公控 iPhone 衛星 那講到雷達 威盛 被動元件就是國具 小型的衛星地面佔有台陽 高頻無線模組的部分有同心電 微波元件的針達科 那我在這邊精選這個幾個集團的作帳股裡面 威風電 威盛 新唐 華星科 艾浦 國具 凱美 如果您錯過了六月份的 COWANS 先進產業選股論壇 星雲 紅素 萬潤 如果您錯過了八月份 超低轉機 逆轉勝 錯過了戲創國具 聖達科 瑞鼎 如果您還錯過了十月份 精選集團作長行情 您錯過了威風電 威盛 新唐 華星科 國具 甚至艾浦 2023年最終回壓軸重量級線上分享會 就在這個週末12月9號星期六下午2點 潛龍已今年 一笑震神山 龍年紅包股即將出世 現在即刻拨通報名專線02 2542 9977 02 2542 9977 或加入小老鼠 HIH888 即刻完成報名 現在就加入古海大丈夫Light生活圈 小老鼠 HIH888 或掃下方QR Code 並且訂閱古海大丈夫YouTube影音頻道 訂閱按讚打開小鈴鐺 來 眾視的觀眾朋友 還有我們古海大丈夫成成的同學們 大家好 來 今天台積電公布法說 跟這種公布營收 那我在之前 我就已經跟各位預測過了 我說台積電的上一個月的營收非常漂亮 創歷史新高 可是根據台積電當初在法說的時候 說整個第四季的這一個營收的預測 上個月公布十月的時候 就已經達到百分之六十 達到百分之四十 整個營收才測的百分之四十 我說剩下十一十二月 只剩下百分之六十 那百分之六十呢 你給它分一半好了 等於說十一十二月會各佔百分之三十 那因此呢 對比上個月十月那麼漂亮的營收 就會怎麼樣出現月減 那果然今天的台積電 過去台積電大概會在十號才會公布營收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禮拜我就特別早公布了 來 你看到 台積電十一月營收出爐 月減15% 有沒有被我說中 我說一個分析師 為什麼要叫分析 分析你就是要用 所有你可以收集到的數據 對未來做準確的判斷 那才叫分析師嘛 有沒有 就像今年一整年 從年頭過年前你不敢報股過年 我告訴你說過完年會有行情 為什麼 因為會有龍券回補的行情 可是過年前你們通常不敢報股票 但是過年完年之後股價就一檔 股票一檔一檔噴起來 是不是 到了三月矽股銀行倒閉了之後 你們一樣不敢買股票 我說卷之筆還沒回來 還有龍券擋控的力道 三月繼續漲 到了四月呢還是在擔心 可是四月龍券還是沒補完啊 所以遇到矽股銀行倒閉 第一共和聯合擠兌 我照樣跟你講說還有矽 所以一路漲到四月底 到了五月初的行情開始回檔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說五月十五號 季報沒有公布以前 第一季的季報沒公布以前 會震盪 但是五月十五號以後 行情就會回來 所以在那個時候 每次的拉回 我都是你說彎腰剪鑽石的時候 十五號 黃仁勳一回來之後 展開AI史上最大的漲幅 再加上我的承蓋股 都是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說 分析 什麼叫分析 分析你要能夠前瞻未來 那才叫分析 不是 看到數據才說 哦 越減 我們在之前跟各位講 11月一定會越減 因為我們從之前台積電法說 來跟你推敲 因此 你看今天的台積電 是不是因為 各位 昨天的 揮達 抄圍 要推AI晶片 要跟揮達PK 昨天的抄圍大漲 造成今天的台股直接跳功開高 台積電拉一下之後 有沒有看到 尾盤 漲幅收斂嘛 為什麼 就是因為 營收 因為營收 OK 好 好 那我們講在前面 如果你把我的話聽進去的 我想你今天不會去追台積電 你會 反而你之前 你沒有賣在570以上的人 你應該會趁今天 開高的時候 拉高的時候 趕快怎麼樣 趕快下車 因為580以上 我有跟你講一段時間了 我說580 570 580這邊是外資 當初認錯回來跳空往上買的 這邊有20萬張的量 都在這邊的外資套在這 那在今天的開高 如果你夠聰明 你也把我這段時間跟你的分析 你聽進去的話 那你今天就不會去追高了 你不賣你手中持股 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你不會今天去追高 好嗎 所以我節目裡面講的每一句話 你一定要認真的去驗證 好嗎 OK 那再說到這 我昨天是不是給你解釋 台陽為什麼漲停 有沒有 可是昨天就開始有很多人 看到台陽漲停 就要用台陽來吸引你去路 對不對 你說把台陽蓋起來 你跟我做這一檔 然後接下來怎麼樣 會一路飆到明年 九國間的台陽 有沒有 今天有直接一開就開到這麼高嗎 你有沒有發現 昨天是直接一開高之後 一路氣勢如虹的就拉到漲停耶 今天有沒有 沒有 沒有嘛 那原因什麼 原因我是不是 我昨天就跟你講了 因為公司要現增啊 28塊半 現增的繳款日 昨天 前天昨天 今天到下禮拜12號 然後呢 還有除了舊股東 認購之外 還增加什麼 增加這個 公開抽籤的 所以公開抽籤的 抽中的 你要去繳款 那因為 他如果不把價差弄出來 不會有人想抽籤 所以就是台陽 我昨天我就已經告訴你了 我說今天再開高 不要去追了 你真的要做 你就等拉回嘛 是不是 如果你開高去追 今天 你去追這邊 那就怎麼樣 再被套一次 OK 這邊上來 我們會員是怎麼樣 事實以下 往下買的 我們是在 這一兩天拉高 要陸陸續續出 而不是這時候 看到這邊漲停間了 才要帶你去 賭賭看 賭運氣 去追追看 我說 跟各位講 做股票不要用賭的 如果你永遠是在拆行情 當你股票買進去的當下 你不想清楚說你買下去 你有沒有把握一定會賺錢的話 我建議你不要隨便的下手 好嗎 雖然現在用手機下單很方便 大家忍不住就會給它按下去了 可是 你有沒有發現這樣反而增加你怎麼樣 買股票失敗的機率 我們是勝率百分百出場 但是 如果你不經思考 就一看到再拉 就按下去 你很容易就逃 所以 手機下單很方便 可是也很能讓人家怎麼樣 容易衝動 追高跟殺低 OK 所以 我要跟各位講 富貴穩中求 買股票前三思而後行 會比較好 來 我跟各位講說 明天的下午兩點鐘 我有線上演講會 好 那我說這一次我定調怎麼樣 潛榮 你要用潛力的潛 你要用金錢的錢都可以 潛榮已經眠 一笑正神山 龍年的紅包股即將出世 我們才話說即將出世 我告訴你今天已經開始怎麼樣 已經開始在發動了 我 明天我要跟你講這四大 飆漲產業 可是已經有的產業安耐不住了 我今天我可以先讓你知道 開一個給你看 另外三個你要知道的話 麻煩你 等一下利用廣告時間 電話直接播過來 或者直接怎麼樣 加Line來 留下姓名跟電話 你來報名 那有人會問說 老師可是這個時間我正在上班 我沒辦法看 沒有關係 因為我這一次我沒有名額限制 所以 我這一場我播完 我的影片會放在外面 在YT上面 我會把連結給你 我沒有對外公開 但是你來 你來登記報名 我會把連結給你 所以 你明天兩點到四點你沒看到 你晚上下班 你還是可以看到 你明天 今天禮拜天你沒事在家裡 你有我的影片連結 你一樣可以看我這一場 那我的演講會有多精彩 我不用再說了吧 如果你今天從 我來今年一月來到中市 如果我今年的每一場 你都有參與到 我相信光我 這個分享會裡的每一檔股票 少則讓你賺20% 多則40 50%都有 OK 所以 要不要報名 你自己決定 利用廣告時間 那我說我現在 我直接開 我其中一個產業給你看 來這是記憶體 好記憶體喔 老師 記憶體其實很多人都在講 對 但是記憶體會長到哪邊 你知道嗎 你知道記憶體會長到哪嗎 OK 好 那記憶體裡面 買哪一支股票才會最飆嗎 那我說壓不住了 今天呢 我跟各位講 我既然開了記憶體 我明天要講的族群 明年飆了產業之一 我跟你講 超級比一比 威剛實權平安 雨瞻 還有這一檔 我把它蓋起來 這是今天 我們台股上面 我歸納整理 跟記憶體供應鏈比較相關的幾檔個股 從上游的記憶體經歷 望鴻南亞科華邦 這股本大的喔 然後呢 稻魔竹廠 我蓋起來這一支 那另外有誰 威剛 怡頂 雨瞻 石泉 那再來呢 IC設計的 記憶體相關的IC設計的 有下面這一堆 群聯啊 金豪科典序 玉創啊 艾普利光等等的 那你看喔 今天 整個族群 紅通通的 有沒有 但你有沒有發現這裡面 我蓋起來這一支 這一支是裡面 漸幅最高的 我剛才這一支喔 漸幅有多少 來 這是模組喔 模組的部分 它今天的漸幅 有 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 15% 我們常常講一句話嘛 成該微風 誰與真風 不求掌停 掌聲不停 光間這一檔 它就是所有模組裡面 最標的 從30到 從30到34 超過10%嘛 老師那為什麼會有超過10% 有在新貴 新貴沒有漲跌幅限制 所以如果你們要操作 新貴股票的時候 你們要稍微小心一點 那 這一檔呢 我之前有沒有做過 有 我什麼時候做過了 我在今年六七月的時候 我們操作過一次 就跟我之前跟你說 有一檔公控小經濟的 IC設計公司 金拓科 我們這兩年呢 我們每年 大波段做一次 從五六五十大概做到 八十五九十 那大概會有 80%的獲利 然後呢 中間拉回 小波段 六十 再做到八十 那六十到八 二十塊那也是 30%的獲利 所以一年光 金拓科我們至少兩趟 一趟可以到七八十 第二趟可以到 這個大概三四十 百分之百的獲利 那兩年呢 就這樣四趟 那像金拓科 今年一樣 金拓科今年一樣 上半年一趟對不對 然後最近不是六十 又到八十的嗎 又一趟 那這一檔呢 一樣 這一檔一樣 這一檔我們上半年做了一趟 我們上半年做的時候 你看當時我們的這個清代會員 手上 光這一檔的獲利多少 兩百多萬 三十塊的股票 三十塊的股票 三十到四十 一百張就多少 一百張你就賺多少 一百張你就賺一百萬嘛 五百張你就賺五百萬嘛 對不對 當時我們這個會員 三十以下我們讓他買多少 買了五百張 三十到四十 他就賺了五百萬 那我這個 我之前在重視我就有講過這一張 所以如果你們不相信的 你可以回去找 你一定找到這個畫面 那如果你要知道 這一支股票是什麼股票 你找得到 你有沒有把它遮起來了嘛 如果你有認真看我節目 你有做筆記的 我猜你應該知道這一檔是什麼 那如果你是 這三個月才看我節目 你可能不知道這一檔 因為我這三個月來 我沒有講他 但是我們的會員有在做 那你回去找 六七月的你可能會找到他 那找到就算你的 好不好 就當我送給你 好來 那這一檔呢 我剛剛講說 他會複製我們每年做 一大趟跟一小趟的金拓科 的原因就在 麻煩你看一下 這一支股票 他上櫃 他從他上櫃 以來的價格 最高的時候多少 七十塊 現在呢 現在在這裡 那去年在這裡 去年在二幾的時候 那去年十月在這邊 是大家都要虧錢嘛 對不對 所以他去年股價在這邊嘛 那所以我們今年做一段 就是從這邊 有沒有 到這裡嘛 從這邊到這邊 清淡的買個一百張五百張 一百張就賺一百萬啊 五百張就賺五百萬嘛 然後呢 年中 後來不是AI之亂嗎 到八月 九月所有股票都拉回對不對 他就下來 然後在那邊整理了 整理兩個月了 整理兩三個月 今天怎麼樣 第一根長紅上來 今天第一根長紅來喔 但是各位 現在跟上半年的差別在哪裡 今年上半年他在這邊的時候 六七月他在這邊的時候 各位 這家公司的上半年呢 是虧錢的 這家公司是虧錢的 可是 這一次來到這邊 這家公司 還在虧錢嗎 沒有 在經過這下半年 這家公司已經怎麼樣 變成賺錢的 虧錢的時候他可以漲到這 那現在賺錢呢 如果明年整個降息景氣又復甦的時候 那他要漲到哪 他不就要回來這邊了嗎 那回來這邊是多少 如果跟這邊 從這邊這邊來算的話 那是一倍耶 那是一倍耶 那就跟我之前跟你講的那一檔 金拓科一樣嘛 那你同樣的道理啊 如果這一檔 現在是沒有 全中華民國投顧沒有分析師在做嘛 就跟當初我帶你做上品的時候一樣嘛 也沒有分析師在做他嘛 270 280之後 沒有人家跟我做上品 然後呢 大部分的投顧分析師都帶你去做什麼 做380的技嘉 做280的廣達 做 160的偽創 可是我已經 偷偷的在 270 280 帶我的會員上品 一張一張的收 一張一張的收耶 然後到了上品到多少 350以上的時候 一堆人都在買上品了 那這時候我要幹嘛 我就給那些要追高的人啊 不就這樣子嗎 所以 這叫什麼啊 三頭斜照 卻相贏嘛 有的堪買 只需買啊 那你要等到這邊 所有分析師都認識他的時候 才帶你來買他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一張 你跟他 差一倍耶 所以你要不要這時候才來進場 你要不要這時候就進場 好 所以 這個是 我這一次分享會 我要給你的股票 就是這一檔 但是 萬般無奈也沒想到 今天居然就先標起來了 OK 那你還來耐機喔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已經給你看了喔 明年景氣啊 它可以從這邊到這邊喔 光足足這一檔 它可以把你 今年 你套戴AI的那些錢 光這一檔就可以怎麼樣 我告訴你的嘛 一笑 震神山 好不好 好 我們等一下先進廣告喔 廣告之後呢 我要跟你 把這幾檔 模組的 我會大概跟你講一下 我蓋牌這一檔的 基本面 然後我也會把 然後我也會把 現有的這幾檔 模組的 公司 的基本面跟你超級比一比 好 那如果你要報名 我明天 下午兩點鐘 明天下午兩點鐘的 這一個 潛龍 一笑 鄭神山的 標股分享會的話 麻煩你用廣告時間 電話打來報名 或者趕快 QR Code 掃起來 加Line 留電話姓名 我們到時候把連結寄給你 先進廣告 好 來 那接下來 我說明年的記憶體 會大爆發 當然爆發中間也會有遇到 回檔的時候 所以回檔的時候 你要懂得 回檔的時候 找到適合的點 怎麼樣 再重新切入 那一樣不要追高 不要殺低 來 好 那如果你要跟上 我們這一檔的獲利 明年的記憶體 為什麼會這麼標 就是因為 現在 各位今天漲 漲什麼 今天的台股大漲 是因為 這個超微的疏解 要推 超級AI晶片跟 會打PK對不對 那現在走到超級晶片之後 其實算力很重要 那算力呢 也會從原本的這個 傳統的記憶體 提升到高速 高效的記憶體 那未來的規格 會從這個DDR4 升級到DDR5 那這個升級 就會帶來 整個世代的交替 每次世代交替的時候 相關的廠商就會賺到錢 聯發科 從2G 3G到4G 5G 手機 每1G的轉換 聯發科就會重新賺一次錢 有沒有 所以 同樣的道理 記憶體世代交替的時候 這些模組公司 或者記憶體廠商 也會賺到錢 那 檯面上 我把幾家的模組廠 拿出來跟你超級比一比 威剛是 我們記憶體模組裡面最大的 然後再來十全 那平安 宇瞻呢 做的是什麼 公控的 我建宗 我國小同學 同班同學 後來跟我一起考上建宗的 現在就在什麼 宇瞻當處長 所以我才說 你要做半導體股 你要做科技股 你要跟我做 因為什麼 我們在科技業 在半導體業 我們有非常強的人脈 在這邊 我不怕你來查 我可以跟你講 他的名字叫什麼 在宇瞻做處長 那我剛講說宇瞻做的是公控 那消費 威剛就比較3C的都有 那以這家品安來講呢 品安他其實是幫模組廠做代工 他自己沒有出模組 他是幫 比如說威剛等等其他公司 你把料叫來 那我品安呢 幫你把記憶體模組給怎麼樣 組裝起來 然後品牌給你掛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品安就是記憶體裡面的代工廠 好 那每一家公司的這個營收跟毛利 你可以看一下 以上前半 就是說前三季來講 營收有成長的是誰 實權跟 我現在蓋起來 我們做的這一檔 是成長的喔 這三家基本上 前三季還是衰退的 好 那如果你要以這個 EPS來講的話 前三季呢 賺最多的是威剛 然後再來是誰 再來就是這個羽瞻 然後呢 這個平安 然後是實權 然後再來是 我們現在做的這支個股 好 那他0.4喔 可是他0.4怎麼樣 他是轉虧為盈 那各位你知道嗎 股價低 然後再加上轉虧為盈的這個題材 他起來噴起來的話 他股票通常會比怎麼樣 被比會比其他家還要猛 對不對 好 那以股價來看 你可以看一下喔 我們現在做這一檔 今天大概收三五附近 然後呢 羽瞻呢 六二 然後呢平安四十五 然後實權九十 最貴的是誰 威剛 但是你再從股本來看 股本最大的是威剛喔 好 那再來是這個雨瞻 然後實權 然後平安六億 那我們做這一支股本 也是六億喔 那可以說是裡面股本最小的 好 那如果一支股票 它的爆發力大不大就在於看股本嘛 我之前跟你做IP公司的分析的時候 我就說M31股本只有三億 所以一旦被主力鎖碼鎖 鎖住它股票就非常噴 那金星科也是四億 那愛普呢 為什麼每次愛普要拉漲停 就要好幾萬張的量 因為愛普的股本 雖然是八億 可是愛普分割過 分割過 面值是五塊 所以八億照理說到外面 如果進值十塊是八萬張 但是愛普是面額五塊 所以在外面是十六萬張 所以愛普要拉漲停就沒那麼容易 因此你發現買股票你要買怎麼樣 小而美的 那主力拉起來的時候 就飆得特別快 那我把這個記憶體操一筆 讓大家這張圖 你可以接下來自己做個參考 好 那接下來還是回來 我們的這個重點 我們的這一場 明年的榮年標股的紅包 四大產業 如果你要知道 明年的紅包股在哪裡的話 我們的分享會 請你趕快報名進來 好不好 電話直接撥通或加賴來 謝謝各位 祝各位下禮拜股票 知之大賺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現在就加入古海大丈夫Light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掃下方TRACO 並且訂閱古海大丈夫 Youtube影音頻道 訂閱按讚打開小鈴鐺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MING PAO CANADA